你好 我是小燕 12月古今已经连续10天没有出现新冠肺炎本土感染病例 不过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 猫城天空今早却披上了一层薄纱 失去了美丽的色彩 也失去了活力 根据大马空气污染指数网站显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古今的空气污染指数为70点 人数于中等水平 大部分地区保持良好的能见度 12月各地13个大马环境局空气监察站 每小时收集空气污染指数报告显示 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到中午1点期间 12月各大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稍微有上升 当中南沙古近的空气污染指数 从早上9点一度升到71点后 在上午的11点跌回70点 中区湿屋则从57点一直上升到61点 由于这两个省份的空气污染指数都还没有超过100点 因此还是处于中等水平 同时加勃因为少过50点 成为全十拉月空气最健康的省份 然而雪兰俄州巴生在中午1点的时候 空气污染指数达157点 是全国唯一一个地区报表达不健康水平 另外临近沿海的万金、巴生市 以及不成的空气污染指数也不容忽视 分别是77点、84点、71点、接近101点的不健康水平 根据东盟气象中心网站最新卫星热点图像显示 普罗州岛西部发现最多热点 当中印尼加里曼丹发现热点多达491个 同时这个网站也显示 十拉月境内发现40个热点 沙巴境内方面只侦查到一个热点 全十拉月的主要热点散布地区 分别在明都鲁达岛、布拉甲、加勃、史兰沟、伊甘、斯里街 斯乌、斯里阿曼以及达比鲁 目前只有北沙一带没有发现任何热点 同时卫星图像显示 位于南沙达比鲁边境发现最多热点 尽管印尼加里曼丹以及孙门达腊出现热点地区 不过大马气象局表示 根据当局所检测的烟埋热点地区及风向 显示近期内不会有跨境烟埋污染 无论如何气象局表示 将继续监督烟埋情况并时可回报 另一方面 施拉越境内近日也传出零星的野火事件 其中包括梅里北面 博迈地区接获一起野火事件投报 另外位于梅里捷道 史纳丁住宅区交通灯入口处等传出野火事件 同时木礁三马拉汗食屋地区近日也传出野火事件 酷热天气来袭加上干旱季节 民众受处多喝水不要进行公开焚烧 避免造成更多临火事件的发生 导致空气进步污染 与此同时 民众可以从大马气象局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 或透过Maitracha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拨打该部的热线 获取最新的天气状况 谢谢收看 我是小燕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留守TFM陪伴着你